聊聊聊聊很高兴 但是实际他这个内在的东西啊 好像还也不是监督政府 也不是问责什么 他是就是聊天呢 不过还有这个说书啊 包括这三国这个 他其实不是一个人写的 多少人那么集体创作的 他其实是最体现当时的大众意识形态 按照今天的说法 他不断修正的 说书的人啊 他我今天这样说武松这样这样这样 对 假如他不受落的话 他明天就会把武松改成那样那样 这像这个米老鼠啊 迪士尼的米老鼠 那个老鼠形象是 那个越来越受伤 特别典型 就是像那个机密的大灯电 大灯电的开始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王宝川自杀了 怎么说你不是把我 你不是谁 这个薛宾贵你不用找了吗 他自杀了 这个这个老我姓不干 这这不像话 这不像话 改改 改大团圆 改戏 改戏了 大灯电了吗 大团圆了 这不改不行啊 不改没观众啊 但他又不是玩 又不能完全 因为他也不能把关公弄弄活过来 对不对 他还是要变成一个悲剧英雄 等等 所以这是另外一套 这个正好跟学术是两条路 所以现在这些节目 我觉得他有意思 他我们仔细在讨论 他正好说明了这两条 就这这很值得探计 两条路 所以我觉得其中有一条路 就是我总觉得 传奇对我们这个民族思维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都是看戏 看什么 就是这种传奇思维和学术思维好像是两码事 他也有 他也有影响 是 他其实他对拉伯兴也有影响 就说比如说你说的是 就是说一般舞人有一种 有一种就是说 就说实际上是一种很空患的 就是反正事事都是 以后转动了空 是非成败转动了 都是空 但实际上这个里头 他还有很强那个赛善恶恶的一个里头 中间善恶 这个是很强的 拉伯兴这个玩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实际上 他这个赛善恶恶是哪来的 就是所传统的 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戏剧 说书给他的 他讲的东西都是这玩意 他讲这玩意 他不可能反过来讲 他不可能把每一会儿一个人说出的 或者是演戏的 把杨下将说不好 把派人美说好了 你不可能的 这两个时间都是 都是基本都是虚构的 所以连在的就有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你们这 我就请教学者 就是比如说 你对历史照学术上讲 该用一种什么价值观呢 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空间上 这个世界上讲有普世价值观 有些东西 比如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那是任何民族国家文化 普世价值观 但是在时间上讲 有没有一个价值观呢 就好比说 今天的人看这个满清 那么他的公与过 是与非 他这个是什么个出发点呢 你可以理论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假如只是从中国文化 比如汉文化这条线来讲 那很多人可以把满清的文化 看作是对汉文化的 某种程度上是丰富 某种程度上是破坏 有些人认为破坏 大于丰富 有些人认为丰富 但如果你用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讲 那不管 他这个不管他是满清 他是一个大帝国 那这个帝国对当时世界的局势 他会有很多影响 像很多网友也提出这问题 对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八旗入关 是吧 扬州十日 家定三徒 屠杀了那么多平民百姓 这事怎么看 要说有某种什么类似历史的观点 就是说那历史那是有特殊的 他当时的这个环境 任何战争都要杀人的 对吧 这也是一种看法 但还有一种看法 就是说那你屠杀平民 乌骨百姓 这听起来就好像是 今天要求美国打伊拉克的价值观 这个你怎么看张老师 其实我觉得这像这种的 像叫杀人不对啊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历史 这个不需要做历史研究 古代也杀人也不对 以为屠城 这都是不好的事 就是清朝他也不会说 我把我什么什么扬州十日 家定三徒拎出来 说我我我宣扬一下 这个他也认为不好 这个不是说 就像这样的一些尺度 是古今一样的 我认为没有没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说 你要如果说这个来 这个尺度突破了 那你就这历史就别做了 就跟你别做了 这说明实际上 还是有一个绝对价值观 还是有的 你因为人嘛 你人的社会嘛 比如说 你都能把人民大不当为事嘛 屠杀平民 不管放在什么年代 那都不能认为是对的 都不能认为是对的吧 没有认为是对的 名为贵 军设计次资 军为清 从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像你也搞晚清的 是吧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这个朝代 我对朝代不是很 不是很正面 不是很正面 我觉得不是很正面 就是他可能就是说 你觉得文治武功很厉害 但是实际上 到了晚清 到了晚清又不厉害了 就是说真正用的时候 比如说真正 你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 很大威胁的时候 他又没用了 没用了 你这个疆土 对 你疆土大 但是问题在老百姓 实际上 或者说老百姓生活 不见得就是那么样很幸福 你要这么说 那就复杂了 你好比他们说唐太宗那伟大吧 可是实际上 你真的看历史 在唐朝的时候战乱平扔啊 那你说怎么说呢 唐朝盛旗还可以吧 这我觉得战乱并不是很多 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清代到底怎么样 我感兴趣的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也好 讲座也好 就那么孜孜不倦的 要渲染清代的这种恶劣的政治气氛 而且要把他看作常理化 看作我们中国好像历来是如此 整天爬的地方扎了奴才了什么什么 而且把他美化出来 阴谋盛行 而且呢 这个臣民文化 就是那种奴才文化盛行 就在清朝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乾隆认为 我是英主 底下没有大臣 没有名臣 不能有名臣 什么名臣 不能有聪明人 不能有能人 我知道什么他们清朝皇帝 奖励谁说谁好 这个人能办事 你锁脚勤快能办事 就行 就是好家伙 不需要脑袋 不需要思想 你不需要有什么 过去大臣是要有什么 就体国之风 你要做个拼天下 你有这种 你还要为君王施 绝对不行 在清朝时绝对不行 他就这么一个 就这样一个 但是就这样一个政治文化 他特别反复反复的渲染 你就想想这个有没有道理 不是说你看 为什么这么大辫子戏啊 你现在好点了 原来一打个电视 你这台 全是大辫子 一伞大辫子 我说能不能咱不演辫子啊 对不对 民国历史是咱们唯一共和国的 就是中国搞共和的历史 能不能研究研究啊 不能啊 能不能洗戴东西啊 没有就大辫子 这什么好 这什么好你说 就是这个清朝文化 清朝就带一个特点 你说明朝我们讲说皇帝不好 皇帝没有清朝那个 皇帝那么秦政 但是明朝的文化很发达呀 思想很发达 把清代做面镜子造成 明朝的文化 明朝的文化